新北市国三生遭到割警死亡的事件震惊了社会 他的父母在今天首度发出了公开信 提出三点回应跟四项的沉痛呼吁 当中表态反对废死 认为只有言行才能真正遏止遗憾的发生 另外还提到了应该要赋予学校级老师 适当而且有效的管教手段及措施 在明天教育部将召开校园安全咨询会 建置学校遵循以及操作指引的范例 国三生遭割警死亡震惊社会 事件发生超过一个礼拜 受害家属首度发出公开信 提出三点声明和四点呼吁 这份超过七百字的声明稿 他们还以心痛的父母为名 提出四项呼吁 涉嫌教唆者和杀人者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请政府重新审视少事法年龄及配套措施 另外他们还强调反对废死 认为只有言行才能真正遏止遗憾再次发生 最后则呼吁全面检视现行校园安全 及学生辅导制度的漏洞 应该赋予学校及老师适当且有效的管教手段及措施 国中生之死唤起社会对校园安全如何补破网的重视 有一些搜查的一些规定 可能有一些过于抽象的可能要一些具体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怎么样情况下叫做合理的一个怀疑 是否该赋予学校更多违禁品管制的弹性 教育部4号早上将召开校园安全咨询会 期盼能建置学校遵循与操作指引的范例 不让汉事再次发生 杰心北综合报道 杰心北综合报道